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菩提本是空 师父说菩提也是空 连佛性都是空性 所以菩提就是空的 只是给你一种创造你能够成功的一种境界 你说小学里你们学中文 你们学完了之后 小学里的老师你们很多都记不住了 老师是不是也是空的 只是他把那些教育你们的字啊 什么都已经放在你们心中了 他教完了之后 他是不能执着于你们的 哎呦这是我的小学里的教育过的人啊 我要盯住他啊 他以后好了要来回报我啊 全是空的 教育完就结束了 你们只要学到文化就可以了 所以叫菩提本是空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空的 明镜亦无心 明镜亦非台 师父这里说明镜亦无心 你没有心里照的镜子照出来 也是虚无的空无的 本来一如是 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 一就一二就二 过了没就过了 没了就没了 死了就死了 有名就有名了 整体垮了就垮了 一切一如是 都是这样的 本来一如是 何处非如来 我这是另外改变的 何处非如来 哪里没有如来啊 师父就是更深地理解这四句话 哪里没有如来啊 去追求菩提它都是空的 等到你追到菩提的时候 菩提自然印在你心中 你真正学佛 学法 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是过去了 你照的镜子也没有心啊 镜子里面照不出你的心的呀 虚幻的呀 本来一如是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如如不动的 没有什么是 没有什么如的呀 何处非如来 哪里没有如来啊 如来没有在本性当中呀 所以修行人要学会无我 从菩提心里 以无我的精神 生出一切 帮助别人讲到底了 无我就是不要去精精计较 无我就是不要去跟人家算账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今天对了你好 你为什么不来回报我 你为什么不对我好 这就是没有智慧 以无我的精神 生出一切 也就是说 对人家好了 不要有我像 不要去讲 我对你很好 你去看任何一个领导 一个老板 对员工好了 你不要讲 员工都会对你好 爸爸妈妈如果对你们孩子很好 你说你用得着讲吗 孩子怎么会不对你好啊 对孩子怎么样 要无我 做人做事 为别人服务 对别人好 不要有着想 不要觉得这是我做的 要不是我对你好呢 没用的 所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就是忘却自身 完成无我 不要有自己 你心中只有大家 只有大家 你心中才不会有我 你才能圆成实相 圆就是圆满 成就是成功 实就是实实在在的 像就是我们今天 所拥有的现象 圆成实相 有我像的人很讨厌的 你去跟这个人讲话 他跟你讲三句话 他就讲到我 我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你去看一个人 跟人家讲话 动不动就要把自己 我的意思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像这种人 就是属于根本不开智慧的人 所以你们如果跟人家讲话 这个人老跟你讲 我认为我认为 他一定要把他的观点 强加在你的身上 这种人叫执着 就是我像 这种人你看见他 最好就赶快溜 不要去听他讲 因为你听了一肚子气 你想改变他吗 不可能的 这种人就叫执着 用佛法界讲 执着我像 所以要学会无我 无我法 实际上无我有个无我法 无我法第一是什么呢 无我是随缘而起 没有我们就没有我了 有缘分就来了 没缘分就走了 欲缘而生 缘分来了 哎呦这件事情开心了 哎呦人家说 哎呦今天单位里 对你怎么好吧 买东西了 可以给你一张票子了 或者怎么样 缘分来了开心半天 过一会儿说对不起 领导说对不起 我已经送给其他人了 缘分没了 马上不讲话了 缘分就没了呀 就是缘 缘男人们就缘了 缘没人们就缘没人 人家跟你讲 有个男的很好的 我跟你介绍好了 开心啊 在家里又化妆又弄了 等到说 哎呀对不起 我搞错了 这个男的结果婚了 这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原来原去 对不对呀 实际上过去这个 跟你们讲话当中 讲过的 原来如此 实际上这个原来 最早的时候 是用那个缘分的缘的 听懂了吗 原来原去的呀 欲缘而生啊 离缘而去啊 明白吗 欲缘而生 离缘而去 所以一个人懂得 这些之后 要见佛性 是无我性 见到佛性啊 你就不要有自我了 你们今天坐在这里 学佛 不要自私 就是见了佛性 你们在学佛法 不要有自我 自私的心 人不能自私的 你看如果一个医生 自私的话 你说他怎么开的好刀 对不对 一个医生 如果天天想要赚钱 他开不好刀 动不好手术 治不好你的病 你看见病人 这个缘分到了 比方说 我要用慈悲心 我要救他 用佛性 你就忘我的 去给他开刀 所以有的医生 一天可以给人家开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汗啊 所以你们经常 看电影里面 边上护士 经常给医生擦汗 有吗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缘分 很重要 如果你想到救人 你就不要有我性 无我性 一切有违法 如果一切的事情 你都是有目的的去做 叫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你想去做任何事情 都是像做梦一样的 没了 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我问你啊 露水 早上太阳一出来 露水没了 像电一样 过去了 对不对啊 因作如是观 就是这样啊 有了就是没有 没有了就是有啊 所以很多女孩子 为什么傻傻地想不通啊 没有了痛苦啊 没有了 这个男的离开你了 你不是还是跟过去一样吗 你还能再找的呀 你还能找个 说不定比过去那个 还要好的呢 对不对啊 道理就在这里 要应作如是观 所以我们修心 要修 无我的菩提心 你们要无我 你们如果一个男的 整天对老婆 好得不得了 你说老婆 怎么会对你不好啊 女人的心是很软的 你把女人的心 弄得了硬得了 她要跟你白白 要跟你打架了 我告诉你 一定你伤害她 太深太深了 你让一个女人 能够发狠了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也是 真的过分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我不是帮女人 对不对啊 你说事实上 女人很容易哭 她就是心比较软嘛 一个男人不容易流泪的 所以她心就比较硬一点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如果修无我的菩提心 就是要你们了解 一切都是感应而来 佛法讲感应 你这个人有感应吗 有啊 你感到别人对你好了 你是不是会对他更好啊 你感到他对你不好了 你是不是会对他不好啊 就这个感应呀 空性就是无我 一个人想通了 就是空了 想明白了 这算什么了 离嘛就离了 走嘛就走了 孩子大了嘛 离开父母亲也没办法了 对不对啊 养大了总够要离开的呀 放不下行吗 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有一种特性的出来 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天天说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不要离开我 我永远跟着妈妈 妈妈说你以后大了 要结婚了 妈妈我不会结婚的 我要永远跟着妈妈 可能不啦 到时候碰到个男的 妈妈拜拜 人们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讲给你们听 一件事情 你把它看到底了 看空了 就是无我了呀 没无我了呀 谢谢大家 Write 谢谢大家